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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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三大 近期過關回大陸 隨時都會被檢查手機裡面的資料 進境後, 就算偏遠到上珠峰 同樣不能安心 一個貼文、一張照片 以至是群組裡面的一個訊息 都可能令你被拘留 以至有麻煩 經歷反修例運動 香港人拿起回鄉卡 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呢? 無奈前過期 以後都不會再續 有時可能回去喝起茶、吃東西 現在沒有了, 都不敢回去 就問來大陸做什麼 他就在搜尋 避免了別人的朋友 傳過來的, 關於示威的照片 好像有一張還沒避免 有一張, 他看了那張很久 看到沒事就放我走 簡直是一角兩機 你的手機乾淨, 他又不相信你 其實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在額頭 就像藍絲般回大陸 我簡直是不想跟內地有什麼… 有關連 我連微訊息也遲到 真是 我們是中國香港人 想是多了回深圳, 回大陸好 現在香港這麼混亂 朋友都不敢過來, 怎麼辦 每個禮拜都回來, 全部沒有檢查我 因為我是良好市民 為什麼他們會檢查我 我覺得是十分安全 中國大陸 因為香港現在令我沒有了自由 過關的時候是搜尋了 還有最重要是看你有沒有手機 我就沒有帶這個上網的手機去羅湖 即是… 入境內地的時候被人… 來的時候, 他就會放在他的電腦 很快就把東西吸進去 我報了一些回大陸的團 以前一、兩個月都會去一次 現在都取消了 我想年輕人會多到抗拒大灣區 經過這件事之後 只有報徒, 只有報徒 只有報徒, 加油 剛剛過了的週末 觀塘以及荃灣葵青區 分別有大型犯修例遊行 遊行一度和平進行 但後來都出現示威者 和警方激烈衝突 示威者和警察的武力又再升級 兩天總共有超過80人被捕 同一時間 有義務律師不言不休 尋找被捕人士下落 我覺得真的像捉迷藏一樣 但警隊有無限之餘 義務律師團隊就要跟著他們 四處去找 這個情況其實很不理想 收到一個SOS訊息之後 其實我們和被捕人士一起 過了48小時 空間那48小時 會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8月24日 網民發起觀塘區遊行 爭取五大訴求之外 亦不滿政府在區內設置的智慧登柱 侵犯個人私隱 1、2、1、2、1 遊行到下午4時左右 有示威者鋸斷智慧登柱 又向警方防線訂責物 沒多久 警方防部和速龍小隊到場驅散 拘捕幾名示威者 剛剛收到有剛才觀塘遊行 有些被捕人士 一些個人資料 我們叫她何小姐 是反修例示威 被捕求助熱線的義工 由6月中至今 何小姐幾乎每個週末 都會緊貼示威遊行的新聞直播 一直看著Live 有些被捕人士 會直接對著鏡頭叫她們的名字 那些我們有時聽到的話 都會去幫忙 會問定一些 各位義務律師的 那個 免費能力 我們就會 有個列列 但知道哪些人是可以幫忙的 然後 我們一收到訊息的時候 然後就安排不同的人 去警署那裡幫忙 Michelle是義務律師 由6月開始 就四出為反修例示威被捕者 提供法律支援 我收到的指示 是有超過20位人士被捕 是需要法律支援 但今天就有個困難 因為港鐵以我理解是不開的 那的士呢 有些律師就坐的士 的士就不肯載她去 我就唯有自己開車上司去 然後我和我警署 早安, 到我出閘情 Michelle之後轉去附近醫院 尋找受傷的被捕人士 那就確認到 有其中四位被捕人士 現在是來了聯合醫院的 雖然我看到有… 有些在醫院的被捕人都挺傷 但他們是沒有投訴的 有些被捕人士 上星期六晚11點多 義務律師團仍然未能確認 部分被捕人士的下落 始終警方最多是扣留被捕人 48小時而已 律師也想盡快看到被捕人 確認他有沒有投訴 有沒有受傷 這樣才可以陪他下口供 我們其實很難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找到被捕人給他法律意見 其實對被捕人士是不利的 因為他們在恐懼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會做了一些 或者說了一些自己不利的事 所以我們都會盡快抽空去見他們 被捕後接近二十幾三十個小時 都是被他放在一個沒有冷氣 非常熱的停車場那裡 Karen早前在參加完一次 獲不反對通知書的活動之後 準備離開那時被捕 她跟我們透露 在等律師那時 受到警方不合理對待 去到機樓室 我就不停要求說 我希望喝水 因為我很健康 她安排了三個小時 她都沒有安排到 直至我被釋放的時候 她先遞了一杯水給我喝 但是是鹹的 我都不敢吞 我就馬上吞出來 我覺得其實很大機會就是廁所水 當晚警方把男女被捕者 分開去不同的機樓室 但Karen和我們透露 有男警員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 巡視女機樓室 其實我們去廁所是完全沒有遮掩的 偶爾會有些男警員會走入被巡 而巡視前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 因為機樓室其實也挺熱的環境 有一段時間我脫了上身衣 只是穿著內衣休息 感覺到他們沒有尊重我們 任何人士如果對機樓期間的待遇感到不滿的話 是可以考慮向投訴警察課 作出一個投訴 投訴警察課是會以一個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的態度作出一個調查 雖然警方多次強調有機制處理投訴警察個案 但Michelle說被捕人士被拘留48小時內 甚少會即場向投訴警察課投訴 因為擔心被秋後算帳 有部分人因為未能識別警員身份 覺得無從追究 執行職務的警員 他們有系統地不出示威任證 制服上也沒有偏好 法律之前人人要平等 示威者如果破壞公物 他們會被拘捕 要面對審訊和法律的制裁 反過來,如果警員犯法 但他又能夠有系統地避過調查 繞過司法制度,那是否公義呢 還能不能夠說香港是一個法治之都呢 星期日全愧稱大遊行 警力明顯加強 更加首次有警員在驅趕行動中 用實彈向天開槍 當日有五十四人被捕 當中包括一名十二歲男童 是反修例風波至今 年紀最小的被捕者 其實對於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就是你每次打電話給他的家人 其實我自己都很戰戰兢兢的 因為你要跟媽媽說 他的兒子被捕 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 電話另一端的媽媽的感受是怎樣 驚心動拍的週末過後 星期一試面,回復平靜 隨著示威者抗爭手法不斷升級 Michelle說有人叫她 不要義務支援激進示威者 不要義務支援激進示威者 所有人可以有一個公開公正審訊的權利 我不希望因為有香港人 得不到適當的法律支援 而要蒙受不公義的後果 網絡時代哪一句消息才是真 8月12日有市民癱瘓機場 抗議警方懷疑射傷少女右眼 集會一度封傳 警方會以武力清場 機場會斷電,沒有網絡等等 有些訊息還說以Fact Check Fact Check的核心精神 是客觀查證辨別真偽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 美國各大媒體為電視辯論內容 做事實驗證 令大眾通過這些經過核查的資訊 判斷候選人是否可靠和值得支持 今次逃犯條例修訂針議 有很多未經證實的消息 在網上和傳統媒體散播 好像7月14日沙田衝突 有警員補稱被人鉗斷手指 多間傳媒都引述警方 或者直接描述事件 網上亦有人指出 鉗斷手指是CIA慣用的手段 無限聯想 後來有傳媒證實 是混亂期間有警員被咬斷手指 其實查核新聞需時 當收到訊息、分享之前 不妨試試Cross Check 不同傳媒的新聞 看看有沒有標明來源 想回812的機場集會 假如機場真的斷網 各大傳媒還怎麼做直播呢? 又或者問現場朋友 拿一手資料 這些謠言就不公自破 近日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 關閉大批來自內地 散播示威活動 不實言論的賬戶和頻道 Fact Check是為了對抗假新聞 如果被人濫用 等同信我就得不要問那麼多 很容易成為散播恐懼的推手 到時資訊真假難分 又如何再回歸理性討論呢? Fact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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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黨列的車長 我任職超過五年 平時的工作就是 駕駛列車接送乘客 之後去他們的目的地 我們同事 一直以來都會 替那個車長不划 不要高估車長的權力 我們是無權去清黑的 一定要經過 青衣控制中心授權 那天你看到在屯門站 車長下車之後 我被一班街坊圍住 之後甚至乎其後 沒有柔油馬 他是被網上欺凌的 更加諷刺的是 公司事業後 急不急出了一份新聞稿 就是說沒有同事 因為這件事而受處分 他所受到的精神壓力 被人圍住去問問題 這些會不會是另一種 的無形處分 而公司是沒有辦法幫到他 我想每一位前線同事 覺得委屈的是 有很多公司管理層做的決定 但是管理層不需要承擔責任 反而是前線去承受 很多乘客的不滿 我們本人都想給他解釋他們 但是公司有一條規矩 就是說 未經許可 是不得對外去講一些 我們的立場 這個說法就會令到 我們有什麼都不能解釋 人家又會覺得 我們好像很多東西隱瞞 我們會覺得做了一個磨心 很多前線同事都會覺得 公司在這次的處理 有些反應過敏 而時間偏偏就在內地孤媒發聲之後 你就去作出一個配合 很難令人沒有這個想像 那港鐵公司就說 是想保障員工安全 那事實是這樣嗎 就接著說 他用什麼為保障公眾及員工的安全 他在這個時候去說這句話 似乎不夠火 雖然說 難聽過粗口的很多同事覺得 他好像在增加公眾 和前線同事的怨恨 我們覺得有些過分配合 你一美封站的同事 你同事之間出吉車 去接觸警察 去一些示威現場 就像一個地底壁士一樣用 你們的中央廣播 經常說 什麼應警方要求 什麼站要封閉了 我們很多同事都會心想 你作為鐵路營運的公司 你是否沒有專業判斷 你是否只懂得聽警方 說什麼就要說什麼 在元朗那個 我定義叫恐襲 之後我們有聯署 於是隨即就派了幾個高層 去不同的行車線 不同的部門 去召開一些所謂的溝通會議 有一位高層說他不騙殺警察 因為港鐵通車了40年 我們一直以來和警方互相配合 我們有很多事都需要警方幫忙 如果我們譴責了他的話 我們的身分就會很尷尬 你一剛好那段時間駕駛車的 就會叫你 每人說一句類似這句話 就聽聽你的語氣 聽聽你的聲音 像不像 如果說像 那是你 當然他又沒有片又沒有照片 你可以不回應 但是既然點了你 你這條路也不會好走 我們慶幸 我們未開始會因為你的言論 而去解僱人 但是 這件事坦白說 是不是只有慶幸 我不認為 因為這件事是很基本的事 不只白色恐怖那麼簡單 我覺得 因為已經去到好像文革一樣 我是一個國泰空者 我平時在機上的工作 就是照顧乘客的需要 嚴格利說 我其實是一個和理非的人 我儘量都不會做一些不合法的事 我覺得有價值 或者覺得很有意義的帖子 我都會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 現在連我一些很中性 很和平的信息 扔出來 我都有機會被人捉我每隻 截圖出來 然後告回公司 我覺得很恐怖 我是半夜三間夜蘭人靜 開著臉書 然後我逐個貼文審視 這個貼文可以還是這個不貼文 我覺得 我很痛苦 我覺得我連我自己的臉書 都捍衛不到 你憑什麼來逼我 不讓我說這些話 而去符合你的員工手質 我一邊刪除 我一邊在哭 我哭著來刪除 我自己覺得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後來我發覺 算了吧 其實全部貼文 我自己不如全部刪除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龍門會怎樣搬 究竟你出的錢 份量給我 要我賣完我的下班之後 我公餘時間的言論自由 我會覺得很生氣 作為一個工會的領袖 其實他是代表著我們 還有考慮他的原因是莫須有 不需要給原因 他就是製造的恐慌 我連工會主席我都可以解僱 所以你們任何一個都要和我收聲 我們有這個很大的感受 還有其實他的臉書 是給所謂的朋友 也都截圖回公司去篤灰 我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是為什麼香港今天 去到互相篤灰背 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那你覺得為什麼公司 這次有這麼大的反應呢? 主要是其實我們起飛之後 根本就已經在這個 中國的領空上面 在中共來說可以控制到我們 因為他如果不讓我們 飛過去的領空 我們其實整間公司 什麼都做不到 變成我們好像被人拿著 一個痛腳一樣 你們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要做 他今天改過員工守則這樣 明天改又這樣 他越改越步步進逼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去到我自己的底線 其實本身就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其實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我都會考慮不做一份工作回家 找小朋友 有很多年輕人都會想著專工 因為覺得不值得為了一份工作 而沒有了言論自由 其實可能接下來 很多企業都會是這樣 好像一個浪潮一樣延續下去 因為如果公司的業務 會被中共政府拿著一些把柄 或者拿著一些… 或者不是把柄 我們又沒有做錯什麼 只不過我們的航權 會經過你的領空 然後我就要向你屈服 我覺得這樣 你不會令到我們愛國愛黨 你只會令到我們更加討厭你們 為了